有拉链的衣服穿时间长了之后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拉上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完全拉不上了 有这个开合的现象 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 把这个拉链给修好 我们需要拿来一个剪刀 在拉链这一侧 有拉锁的这一头 我们找到它的最上面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挡扣 我们可以距离挡扣一个位置 一个尺雅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剪一个口 剪一个小锅口 然后我们的拉链就可以从这个小锅口 拉出来 这个是刚才拆下来的拉链 我们发现这个拉链已经研究的变形 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个拉链怎么拉也拉不上了 我们现在按照这个大小 我从另一件衣服上拆下了一个拉链 这是一件旧衣服上的一个拉链头 我们现在把它更换上去 我们还是从刚才剪断小口的位置上 我们现在把拉链头从剪口位置安装上 我们先试验一下它能拉到这个拉链上 然后呢我们再试验一下它是否好用 完全可以拉上 我们准备和衣服颜色近似的线 我选用了一个黑线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剪口给缝住 用手针缝住即可 我们把这个剪口缝住之后呢 拉链就不会从这个位置上拉掉下来 好了 我们现在拉链已经修好了 这样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感谢您的收看